哈哈哈哈哈哈 今世做香港人 死了我都要做香港鬼 帶你暈香港十九區 尋找香港鬼 仙人卡 港人講鬼 仙人的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第二節回來 大家今晚不要誤會 我們今晚是做仙人夜話的 記得這麼多女生在這裡 剛才叫我穿旗袍那些 旗袍是留番和總理的節目才穿的 哈哈哈哈 不要搞錯 這是仙人夜話的 還有半可樂是無辜的 各位觀眾你們不要再搞它 哈哈哈哈 還有今生我是不需要找多些女生上去谷修士的 那鞋又如何呢? 你可以找給我看 是嗎? 哈哈哈哈 真棒 今晚我們 咦? 你遮住了嗎? 對嗎? 對 拿這個給你 那我們 鞋公來的放心 今晚我們可能 一些朋友現在才進來看 今晚我們請來的那些美女 就是一個少女組合 是嗎? 也是少女的 也是少女的 跳唱組合 曾經 也不是 跳唱魔術組合 其實我們是魔術跳舞加唱歌 有魔術變的 對 都還沒說你們的名字 我們是Magic Girls 魔幻女王 我們也不算新人 我們是去年新人 對 我是新人 今年就剛剛出EP了 多多支持 大家 好 好 剛才我們那一節 Misa說到還有後著 對 泰國的酒店 泰國的酒店 對 這件事就結束了 我之後又飛了 又飛也是那間酒店 每次都賣回那間 對 因為我以前做的 是否Banker 是Banker 公司也是那間 所以去Banker也要去那間 對 香港有一間 他們有機會會轉 不過就是 抱歉 它是會 可能一年之後就轉一間 但如果沒有什麼 他們也是 因為一般都是因為簽了 那一年那邊都是 就是Airline和酒店的 對 有一間在網上搜尋 Banker很便宜的酒店 它叫做有鬼 這樣 那間 那間 很棒 一天猛鬼還是有鬼 應該也很棒 不是吧 公司很壞 你去搜尋 有一次去旅行 打算去預約 然後你就搜尋 有鬼 也很想去 不知道 我今晚回去搜尋 就去 有鬼才當人去 下次上來 千人夜話就告訴你 是否我的間 好 那我就說 下一次我又去 又去 那一晚 當然我又是自己一個人睡 一定 我不跟人分享 room 然後就睡到半夜 四點鐘 四點多鐘 我很記憶 為什麼呢 因為另外那一早 又是五六點 要報告 是… 四點鐘 突然有人很大力氣 碰碰碰碰碰碰 敲門 今次 又是那次那個 不是 上次那個是想開門 這次又是不敲 他是沒有 te long 不能跟不上你,這次就敲 好了,我頂不住了,我走出去開門 我起床,我出去開門 一開門,咦,是人來的 嚇人,嚇人 嚇人,嚇人 我選擇去房間沒有? 我是同事來的 這個女生就是沒有什麼人喜歡她的 因為我覺得我跟她吃飯 人際關係很差 人際關係比較差,那些人來的 但是我都會跟她聊天 因為我不是會排斥人 然後她都哭了 是,她懶惰 然後她跟我說,我可不可以進來 然後她說,我可以進來 然後她想繼續說話 我剛才說,行,你不用說,我們睡覺 因為她的樣子已經表達了 她將會想說什麼 然後她想繼續說 行行行行行,我們睡醒 其實我們再一個多兩小時就報告了 我們明天早上再說 這樣 好,我就被她睡了我的床 她不停在我哭 我當她是那個女生 然後我說,不要哭 我已經抱著,這樣拍 然後我這樣看著我的本身 然後我閉嘴 閉嘴 閉嘴 然後我這樣睡 然後我突然看著她 然後她是這樣,閉嘴 很大 好害怕 看著我後面這個位置 好害怕 雪 我這樣進來 然後我 你不要看 不要看 然後她不是這樣說 她說,你很害怕 她真的跟著你過來 哇 其實你不需要害怕 因為你看不到 我 你不需要 你可以說粗口 你可以說粗口嗎 我那一刻是 當然是不看 她是張得很大 看著我 她繼續 怕 然後她在那邊 哇 那一刻是 她說完那幾個字之後 因為我已經開了床頭燈 還有開了那些站燈 就是差不多開了 沒有的 那些大燈沒有開的 是 開了床頭燈 還有那支站在那支 那支 酒店通常有一支站燈 然後說完她在那裡 那幾個月之後 全屋那兩支燈 這樣斬 閃不閃 是 就是那支 然後我 我那一刻真的是 因為我以前從來都不害怕 你想想我可以自己過在酒店睡 是 然後我那一刻真的是 好了 嗯 我知道的了 我們睡覺了 然後她那一刻 這樣很久之後 然後 我想她是沒有睡覺的 那我也沒有了 我閉上眼 然後就到 鬧鐘已經差不多響了 到那時候已經是沒有了 然後就 好了 醒的時候我其實都很害怕 因為她說我在我後面 其實她在那裡 是 然後我就說 不如你其實現在都夠時間了 她說你回房間到滿衣 那 順便帶她走 麻煩你 你是不是我心裡這麼想 我不知道那一刻她走 之後她說 我不會 我不會回房間 有些東西都開了房間 對 那你不回房間怎麼辦 然後 我便打電話給一個男 crew 就是一個男的空少 我問你可不可以過來幫忙 最後就是那個男 crew 我縮短一點 就是那個男 crew 要陪她過去她的房間 對 其實還不是很光 你知道五六點六七 有很多位置 就是陰暗暗的那些位置 然後 最後就是要幫她 全部收拾東西出來 在門口裡不自己放 對 因為你也知道 不是那麼好 男生怎麼幫你 收拾一些女生 控衛底褲等等 那些事情 最後我們要搞得很麻煩 她在你後面 這個我現在害怕了 她進來 她進來 她直接不敢回房間 叫一個男生幫她收拾嗎 我陪她一起過去 然後 是啊 男生可以收拾 那些可以收拾 譬如真的不太方便 就我幫她收拾 那男生通常除了 你叫他收拾就不會 對 人家始終都很簡單 是嗎 對 所以這次就是 酒店的後話 哇 我都不知道 我究竟是被鬼嚇 還是被人嚇 我覺得 自己反思完 我覺得被人嚇多一點 不少都是 因為其實你又看不到 感覺不到 是啊 我那一刻其實有一點感覺到 她說完之後斬一斬 我是震一震的 你有沒有一刻想轉轉後面看 沒有 你有沒有爆粗那一下嗎 我的腦袋也爆 但我沒有罵她 因為我看到她那麼害怕 我不忍心再罵她 不是罵她 罵後面那個 我 我覺得我會令她後面看 我會令她後面爆 沒有 我覺得因為她跟她來 而且那個客人很害怕 其實我覺得她是惡的 她是惡的 我心裡是這麼想 我覺得不要搞她了 因為 你看 你有些你比她要惡她 她會走 但如果她這個 我感覺她是這麼惡的時候 你未必比她要惡的 是不是 如果你罵她 或者你做些什麼 她 就是我不博 那一刻 但她有沒有說她 她在那間房間 嚇她 用什麼行為 嚇她 她沒有聽別人說 她想說 我不讓她說 之後你沒有問她 沒有啊 可能原來只不過一個女士 不是 原來只不過是一個女士 或者只不過是一個小朋友 是 可能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女士 我好像是一個男人 但她正常回來 後來工作 大家一起飛回香港 飛回香港 沒有跟Gally 沒有再跟她有溝通 所以我不想說 她不會辭職 她辭職 她真的 回飛機後就辭職 是啊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以前飛做珠寶的時候 我當然沒有遇過 Texport位置也被我撈走了 男生也是 出過第一次簽 之後馬上回去辭職 是啊 你不想做珠寶 那麼多錢都辭職 她那時候也是馬上辭職 是啊 太害怕了 那些之後就很害怕了 但是你沒有辦法 你每次 可能你公司要你們一個人睡 其實是可以share room 她安排了這麼多酒店 給你放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睡 或者你share room 你那間就剪了出來 那不是好東西 剛好那個女生是 不是太受歡迎的 所以她更加沒有share 她都夠膽過來敲你門口 我才知道她怕什麼害怕 不是 因為我對她比較nice 可能一邊整班 不要說下下攻擊她 可能她拍了幾多門 沒有人開給她 是啊 我覺得是這個 如果我覺得每一個人 晚上有人拍門 都會開的 其實她很笨 應該走到大堂 走到大堂 不是也是跟泰人在說 她的眼神都知道 那間換那間給你 晚上也是這樣 是啊 是啊 但是那一刻 之後我倒到牙齦 之後就變了 馬上都沒有做 我不是因為這樣辭職 我之後也有繼續做 也做了很久 但是之後如果有人要求跟我share room 我之前一定會拒絕 如果有人要求跟我share room 我都會想一下 OK 就是要求人不是太差 或者不是太什麼 是啊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如果驚嚇 這個是親身經歷 真的 你怕到這樣 就沒辦法做下去 是啊 可能每次都 你那個朋友 你的同事也不是朋友 你又不是那麼受歡迎 你每次都一個人睡 哪有人跟你睡 是不是 對嗎 還有很多時候都是出去 那一個東西 就怕了 怕同一個情境 都沒想到可能會發生 怕同一個情境 就是一個人在酒店房間 可能他連旅行都不去 那幾年 酒店有關那些 他都完全去旅行 即日來回 因為他移轉酒店 都是那間的 就是你一個 你回公司跟他說 那裡酒店有鬼 不是啊 他以後去旅行選酒店 他都會想的 你一定要想的 最慘的是你們睡到的酒店 除非你是一對夫婦 通常都會有兩張床 是啊 你是一張大床 九成都會有兩張床 兩張床多 除非你告訴你 你是來Honey Moon 那當然是給你一張床 我們可以要求的 其實 不過通常 如果有人喜歡share room 他都會選兩張床 譬如我一個人一定是自己睡 我就可以跟他說 我request要一張大床也可以 是的 其實如果說酒店 我都覺得 我都不覺得 是泰國 我之前 還有飛上海的 我去其他酒店 是沒有一個失眠的事發生的 但我去上海的那間 每次都睡不著 不知道關不關事 還是可能 可能床不舒服 可能是 但我不知道 是去那裡才睡不著 就是眼光光到第二天 又要上班 可能那間酒店的慈場不好 是嗎 我覺得是磁場 我們其實是一個冷氣 那間酒店 美不美的 美的 美的 就是可以的 我不是說過 多數是兩張床 是的 你隨便翻一張 你沒有理由 穿兩張 都是選擇窗 還是近廁所的窗 很多人選擇 很多人選擇 因為我是那些 有什麼事會逃走的人 所以要選擇 一定要選擇 下樓怎麼辦 就是近窗口 近門口就貼牆了 總之不貼牆 他多數會貼牆 要是離開一點點 只有一條 所以我不選擇貼牆那邊 貼牆那邊 你想想 如果那張床 如果貼牆 那個人要嚇你 他站在哪裡 他不會站在牆上 他站在這裡 那你能夠放在哪裡 牆那邊 就是不對 所以我來找你 你能夠飆出來嗎 Hello 我朋友那次是怎樣 他出旅程 他應該是去杭州的 是 又是泳洲床 他睡了半夜 覺得有些聲吵 有些拖鞋的聲音 他又醒了 沒有理由 只有一個人的 沒有事情 然後發現自己的拖鞋 通常人家的拖鞋 就這樣向裡面 要是亂撞 要是向外 是 就不會這麼整齊 一隻踏上去 一隻這樣 一隻這樣踏上去 一隻踏上去也算是亂撞 本上是 如果是這樣 你亂撞得來 不會整齊到這樣的 是 這樣也算是整齊 然後他就 沒有理由 然後再去睡 他就開了那個 床頭的櫃下 有一個燈 他開了一個燈 睡到一會 又有聲吵 他站在身上 又沒事 然後又看一雙鞋 那雙鞋 依然是這樣的 那雙拖鞋 就打算再去睡 他發現隔壁那張床 應該是沒有人的 應該是被蓋了 很整齊地 涉到行動 他發現了 那張皮 慢慢 拱起了身 然後 是精子爬出來的嗎 不是 不是爬出來 好像一個人 睡在那裡 一個人的形 睡在裡面 在裡面 有一個人形 我就是擔心這些 所以每次有兩張床 我都會放一個行李箱在他床 是 然後 他是不是也拱起了 然後那張皮 他看著 慢慢的 盛起 好像有人想 那張皮的動作 就好像人 想在床上起床 哇 他去到一半而已 他立刻奪門而逃 奪門而逃 一定奪 他直接不敢再等了 是 一跳起來就在床尾那裡 走 衝了 衝了去大堂 我想問他睡在衣 不是在廁所 不是在廁所那邊 他睡在廁所那邊 他也可以這樣 他睡在這裡 他有沒有經過他才能走 不是 他直接這樣 哎呀 這次以後我要想清楚才走 是啊 很緊陣啊 他是這樣 一躺腳去床 一旦起來就飆下去 其實到那個你飆下去 他很大 他會捉住你 他這樣也不夠 要命 他到大堂 他經過層樓 很多人看著你的東西 嗯 那人看著他 沒有反應 看見他這樣走出來 也沒有反應 然後走下去 下面的 reception 那個人是完全不驚奇的 他一下來 是不是想換房子 那一刻才要命 這件事在那間酒店 是經常發生的 但是他也是發生一些事情 我想問那間酒店 那間酒店是哪裡來的 杭州 杭州 是 我也很興奮 很興奮我回這麼多次大陸派 我都沒有什麼 但杭州以前是沒有密的 是啊 沒有事 我也沒有事 我也飛很多次杭州 不過我旁邊的房子有東西 你旁邊的房子也知道 我剛才不知道 誰問 剛才不知道誰問 我不是做空姐 不過我以前是做珠寶 我們做珠寶都要飛 珠寶展 是啊 他們經常都要飛 但杭州就沒有 上海也沒有 上海我也沒有見過什麼 我去泰國這麼多次 上星期去泰國也沒有 那你很幸運 你是潮云哥 不是 我是氣勢的 證明爆粗是有用的 有用 但是你的心情一定要很生氣 你不可以跟他玩 我會覺得 是那個氣場 你是表態 我不要搞我 我不玩你 你不要再搞我 有什麼事你現身 我不是說過一次 我去菲律賓 我去那間杜駕屋 那間杜駕屋 全都是木地板 你知道那些近海灘那些 你弄我 你走來拍門 你一定有聲音 幾快走也有聲音 敲門又出去 開門沒有人 然後第二次 再站在門旁邊 一敲我又開門又沒有人 然後我拿著鎖 我一開 一敲我馬上開 一敲我馬上開 都是沒有人 你不是那個洞是用的 都是廣東話 都是要返回廣東話 不是那些舊鎖 現在那些鎖 新的鎖是彈到那個洞 有沒有防盜玩家 有沒有防盜玩家 沒有防盜玩家 我就是說沒有防盜玩家 不要亂看防盜玩 就是有隻眼睛 當然有隻眼睛 防盜玩家說 我們有一個故事很恐怖 很恐怖 當然時間要說 我現在可以說 你上次我不是有說過 你說氣場的問題嗎 就是說罵那些 你不是在那天 我代你上來做的 我不是說在紐西蘭 然後我有個朋友 在Homestay那裡住的 問問一下 他另一個床邊 有個鬼妹這樣 趴在床邊 你記得我講過嗎 是 然後你知道他最後的法定是怎樣 拿一個針頭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你沒有分享過 我第一次看到那個B的時候 就是他想打他 在哪裡 在我自己家 那個B睡在我 是嗎? 很好的 其中一個 他睡在我的腰上 總之有東西 總之我聽到很厲害很吵的聲音 總之他睡在我的腰上 我小時候 一張眼睛看到B睡在我 BB嗎 是啊 很想打他 你打他有沒有感覺的 就是你打不打到東西 我打我是沒有感覺的 但我其實很害怕 剛才說美女不說髒話 我立刻承認美女 我真的很害怕 所以立刻被蓋了 他不斷打我 你不斷打我 不斷打我 不斷打我 那些很勢力 但其實 我真的不斷打 就吵醒了整個屋 但後來就不見了 這個氣態是很重要的 是啊 我上次分享一個 阿紀說得對 美女是不說髒話的 不過可以很難口 哈哈 說難口不代了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說 美女也要我試的 你知不知道 美女也要去旁邊 OK 秋天到了 最適合有一大群人 一起BBQ吹水 整天在節目上 看我煲湯就煲得多了 想和我一起聚一下 聊聊天 一起玩餐飽的 今個月三十號 一起參加網聚 一個人只需要二百八十元 當日還有很多食物 有牛扒 豬扒 雞翼 魷魚等等 還是任飲任吃 雖然我另一個節目 叫先人夜話 但我們這次真的燒東西吃 不是燒完果蠟燭香 由即日起 至到十九號 兩個星期內 如果滿了五十人的話 網組就可以如期舉行 如果超過一百個人 我們還可以包場玩到瘋 大港特港都沒問題 快點打上來我們MIHK的網店 或者打來39558673登記 記得成功入數之後 我們才會確認幫你們留位 如果到時人數不夠五十人 今次的活動就取消了 我們都會全數還款給你們 我先人約定大家 到時見 先人夜話 逢星期二 晚上十點到十一點半 低重頻度